飲料店的老闆抓起一把香菜放入杯中 业者命名这个饮品叫做爆打香菜系列 搭配柠檬的香气 特别解热消暑 满爽口的 搭配这个天气还不错 第一次遇到可以搭配香菜饮料 觉得满新鲜的 也有咖啡业者直接是把香菜打成了汁 这连咖啡都能加入香菜 但是味道好喝吗 提味的感觉 所以没有什么违和感 像香茅咖啡 香菜不只能够加入饮料之中 和热食更是绝配 地瓜球下锅油炸 起锅之后这个酱料才是灵魂 蜂蜜香菜芥末酱 结合了新鲜的香菜 蜂蜜和芥末带来酸甜微辣的风味 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组合 那它吃起来是比较清爽一点 在高雄卫武营举办的香菜市集 很多摊位都得在美食饮品中 加入香菜这个元素 还有这个猪血膏张鱼烧 最后加上了香菜点缀 增添风味 不过香菜的味道很特别 喜欢和不喜欢的民众 反应很两极 超级 超级喜欢 对 那宝宫喜欢吗 他好像不太喜欢 所以我买这个的时候 他好像快崩溃了 香菜甜糖 宝宫觉得是 我觉得是地狱 香菜市集有人特地慕名而来 不过有不少人明明不喜欢 但是为了陪喜欢的另一半 也愿意来走走看看 这个特殊主题的市集 对香菜空来说 肯定什么都想吃 三里选湖心和陈凤 高雄报道